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美國黑名單,中心大恐慌 科技,小股災,股民,怎樣算好呢?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跌了105點,收報24599 成交活躍,有1582億 今天港股,如果你看恆市,又不是太大的問題 跌了百多點 不過結合這幾天的走勢,上星期延續下來 上星期五已經跌穿上升軌,有些轉弱 短線已經轉了紅燈 今天仍然都在上星軌之下,第二天的 短線紅燈,大家要小心 中線的位置,就是箭咀所指的位置 大概24,100,如果收在24,100之下 大家知道,中線都會轉紅燈 真正的問題落在哪裏呢? 就是科技股那裏 有一隻很恐慌 因為美國,在華會考慮將它列入黑名單 這隻就是中芯國際981 這隻股,其實就是因為當日說要回去A股上市 於是乎急衝了上去 原本20元都不到的 其實這隻股大概去到20元左右 應該就站定定 誰知道傳出來說要回A股上市 固然因為業績都不錯 但業績不錯 其實都不足以去到 由20元升到40多元 就回A股上市 結果現在就回落下來 下回來之後 又好像形成了一個近乎複式頭肩頂 最近連續兩天跌穿 其實上個星期五都已經跌穿頸線了 今天再下跌 今天當然跌得更近 近兩乘三 收補18.24元 最低的時候 見過17.76元 跌完未 恐怕可能還是未 不要說這些一定量度跌幅 我們回到密集區 密集區的底部 即是5月28日低位 是16.18元 15-16元這些水平 可能是波幅的下面 它的業績是好了 但是已經反映了 因為它衝了上去 現在出現壞消息的時候 小心它要再下跌 再下跌的話 大概要去試16元這些區域 中心就出現這個大跌 拖累到恆生的科技股指數 都全面受影響 受影響 今天科技股指數 就跌了347點 收補7210 這個就跌了4.6% 多不多 當然是多 可以說是小股災 剛才說科技股的小股災 小股災 是否美國那邊又有影響 有些影響 但是美國那邊其實影響 又不是那麼大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你在這裡拉一條上升軌出來之後 你見得到它跌穿過的 但是又收回到上高 我們說好一點點 OK 它收回其上的 就是說 那天星期五 是有買盤 在低位買上去的 記得那天國說的時候 星期五的視頻 就說 8月11日低位大概11,000 這個水平 現在那天下去 其實曾經跌穿過 曾經跌穿過 上升軌 但是收回上去 收報1113 也不是真的確認轉差 你說短線已經轉差 當然了 正如恆子來說 短線已經轉了紅燈 再強調 星期五那天已經是這樣說 短線已經轉了紅燈 但是 是不是完全轉了差 不是 你看到還是有資金去買上去 為什麼呢 因為那天爆威爾 其實說了會繼續低息 其實倒指那天是倒升 星期五是倒升 所以不是說沒有資金去買上去 今晚美股沒有市 到星期二 即是明晚 美股那個開大開小 那才決定到 它是不是真的好差 上星期五和大家講到 其實美股要跌 要問過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爭取連任的特朗普 特朗普一定是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希望托著美股 你說有調整可以的 當然不想大跌 因為它經常都講這些政績 第二個人就是霸威爾 因為它這麼辛苦 說無限量寬 希望經濟不要差下去 如果美股一落的話 影響很多 現在整個美股好起來 起碼很多事情還沒有 疫症還沒有搞定 很多事情還沒有搞定 國內經濟也很有問題 但是美股可以的話 起碼都是幫到手 如果連美股都不行 那就更加難搞 那他作為聯儲局主席 他當然是先出口術 不行的話就動手 所以你先問這兩個人 整體來說 現在納指是否完全死了 回到香港這一邊 科技股指數今天大跌 又有美國因素影響 又有中心事件影響 都是麻煩的 但是又不是完全差 可能又是出現一個比較深的調整 好像美國那樣 升得太多 是要調整的 OK 但是不要這麼快 立刻判他死刑主 好了 內地其實今天比較害怕 所以搞到港股有些偏遠 其實今天港股早上的時候 曾經倒升過百多二百點 但是見到A股都不太妥 A股 大家知道 美國又出招的時候 A股都有些影響 那他上個星期五已經是一個裂口下跌 今天再陰足下來 上證指數現在 又是了 偏遠 但是就不是完全死 偏遠 不要說他完全死 起碼他連8月12日這個低位 三二六三這個低位 都未跌穿 就不要說他完全跡死 跡瓜 是偏弱的了 肯定是短線 就偏弱了 但是就不是跡瓜 要看多一下 那創業版呢 就一定是沒有那麼好 因為科技股那些為主 現在打壓科技 是吧 中美之爭 這個是老大和老二之爭 爭多久呢 短則就是三五七年 長則就是一二十年 甚至更長 是吧 大家就是 一個想和平崛起 一個就不讓他崛起 這樣就有一段時間搞的 特別現在呢 就是還有幾十天 就是我 在投資理財周刊一百天 剛剛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一百天 就是特朗普要連任大選投票那天 11月3日 現在到11月3日 就只剩下幾十天 大概六十天 可能都不夠 兩個月都不夠 就五十多天的日子 他當然出盡百保 就要打壓中國 那現在是吧 那些前排已經講到TikTok Vchat 現在又中芯 肯定是希望收取最大的利益 令到那些美國的選民支持他 但是 但是 這些打擊 對整體來看 其實 不要說他沒有影響 但影響就輕微一點 對中芯影響比較大 因為如果真的連入了黑名單 中芯拿不到那些技術 就麻煩 就好像華為那樣 肯定是大 但你對整體整個市況 譬如這樣說 好像Vchat那樣說 你按了Vchat 對騰訊又有幾大影響 他在海外的收入很低 你對一些公司 要看回每一間不同 所以 就不能夠一概而論 整體來看 中國都是說搞內循環 搞自己在內部發展 所以 科技那些 都是會繼續 每天千里 每天進步 所以 要個別 看清楚 來看 今次 科技指數跌下來 會受影響 不過 也是一個機會 大家未跌頂 這個機會 就不要這麼快 火中取率 除去除給你的高手 否則 現在 那怎麼辦 科技股小股災 全部跌下來 那怎麼辦 那不是死掉的 好像現在 美股連跌幾天 今天 德股 這一刻 都還升1% 又沒有什麼事 德國 歐洲股市 又沒有跌穿上升軌 又沒有什麼事 反映就是說 有些市場 美國轉弱了 拖累全世界 可能很多市場都弱了 但是資金都是 怎樣 因為無限量寬 錢多 都是會繼續去投資 現在流去歐洲 其實人民幣也升很多 不過剛剛碰到 那些錢是來 人民幣是來香港 但是 美國經常這樣打擊 所以搞到 搞到什麼 搞到那些錢 就是不夠膽買 或者不是很勇於去買 但是不是完全不買 那是怎麼算呢 股民怎麼做呢 剛才這樣說 股民怎麼算 就是轉變風格 什麼叫轉變風格 前一陣子 就是科技股升很多 那現在可能 就炒一些傳統股 傳統股 好像今天 恆子成份股 最多的是什麼 有邦 一升 升到6% 就是想衝緊上去 那你當這個是一個 雙底也好 複式頭肩大也好 什麼形態也好 不要緊 現在總之是衝緊上去 一支大融竹 大成膠衝上去 那些錢就流回 那些傳統股份 那裏 亦都立即有大行出報告 就說 大家不要小看 它是內地的保險業務 因為它是內地保險業務 會做得很好 所以股價上升 除了這些之外 風格轉變 好像傳統股 周大福那些 零售股 香港零售股 人家現在是內地做得很大的 不只是香港 所以你看得到 沒有什麼問題 整個走勢很強 這幾天都不斷衝緊 8元去到9元 9元去到今天挑戰10元 這些升了很多 那這陣子升得很急 等它回一下 9元或以下 因為它在8元做到 即是打了一個環行區 然後在這裏起步上 希望它落到9元或以下 抖一抖 在這些水平上再買 然後再向上望 友邦今天突破了 如果它有機會回到 大概是80元邊 應該都是一個機會來的 這個未升完的 這些都是風格轉變的 這些錢流向一個傳統股份 科技股不是看淡的 不過會有調整 這個它現在未跌定 遲些再跟大家分析科技股 特別是大了幾隻 例如這樣說 喜歡哪一隻 如果幾隻大東西入面 首選我會選美團 看看 等它跌定再跟大家分析 總結而言 今天港股或者內地股市 有些就受中心恐慌事件影響 搞到科技股小股災 不過現在整體來看 因為美國都是繼續放水的 內地也是全力發展科技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調整員 調整員穩定回來 還有機會做好的 短期升得太急 即是吃得太飽 是要瘋的 沒有辦法的 等跌定再跟大家說 好 大市都是轉了弱的 不過就不是完全死光 短線已經是紅燈的 中線看著這個位置 24,100區 如果收在期下 都還是進一步要減遲的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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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